如果您去过英哥 一定会看到这些精致细腻的陶艺作品 每一件雕塑都是花费陶艺家的心血 公民记者就带您一窥就近 来了解英哥陶艺家是怎样来制作他们的作品 画面中看到的是英哥的陶艺家 卓师傅 擅长以土来走的制作技术 所谓土来走 就是所谓福州土来走的称呼 也就是土来走的称呼 也就是现代人所称的首脊胚 不同于陆炉成型法 福州土来走以产大型陶器成名 并以此技术自豪 卓师傅曾经在英哥国小一百中年孝敬时 和李明雄师傅合力制作全国最大的陶茶壶制作 嗨 各位大家好 我来介绍这支材料 我来介绍这支材料 这支材料 这支材料呢 由这个材料 一支材料 开始打扣 做它顶着这个圆形 现在已经四月二切了 我们继续多久了 继续多久了 制作过程中先完成贴素的动作 壶上的图案精心雕琢 之后再进行上采烹用 让茶壶沾染颜色 茶壶上的荷花更显美丽 那为什么想要用那个荷花来作为主题 可能个人的是跳河 李师傅风趣幽默 卓师傅沉稳内敛 两人对陶艺的执着和专心 可以从陶茶壶的完成中看到 卓师傅不只对陶艺有兴趣 更对人文和社区关怀 有着一颗真挚的心 让生活和陶艺结合 因各的陶艺师傅 给大家的是一番不同的人文面貌